这次这个振魂曲 相比之前的黄金体验 确实就它有那种 自我意识的感觉 就能看清了 对 有了这个眼睛 眼神高光 这么一点缀 确实就棒了不少 灵动了 而且这次我玩到的是 原来的初版 它这个质量 就比我们最近玩到的 再版的那些产品 质量好很多 涂装工艺什么的 但是仔细一看 头上的这个重建 细节稍微有点肉 对的圆圆的润润的 就不太好 所以这次咱们 就来说一下 超像口洞 黄金之风里出现的 黄金体验震魂曲 这次是金黄色的盒子 是黄色吗不是 不不不 反正就是和我们的黄体 或者是黄震 就比较搭 对 而内包就是如此 方便大家来回合看 接着就直接来看到本体 它这个珠光的上色 让整体显得油了一些 然后身上也还是有 那么多密集恐惧的 那些元素在 不过确实 整体是鲜了一点 原来的黄金体验呢 它可能全身都有一些 那种密集的东西 而这次的黄金体验震魂曲呢 更多的集中在了胸部 这个节奏显得更好看了一些 我觉得整体身形 也纤细的一点 不过我实在是有点吹不下去了 就最顶级的这个提升 确实有那么一点 球 真的吗 还好啊 是吗 对啊 只要唱壳的我都舔 好吧好吧 和之前的黄金体验对比一下呢 就能发现它是一个 更神化的一个造型了 更鲜 对对对 身上呢是有保留之前 生命瓢虫的元素啊 但是 只有手上有了 其他的部分就都没有了 但仔细看呢 就会发现 实际上这个瓢虫的元素啊 是被简化和符号化处理了 其实身上有更多的那种 椭圆形的那种符号的造型点缀 永远像那种虫眼的感 有有点恶心啊 也就是说看似没有了 其实上是更多了 本身黄金体验是一种 小和平哥的那种稚嫩感嘛 也是从天使的造型 到这个黄金体验震魂曲呢 它变成了一种神的造型的感觉了 而且身上也有点缀一些 植物叶片的图案元素啊 甚至在胸口有个大大的爱心 膝盖上也有那种爱心的变体啊 就是爹的造型 对 屌爷的造型元素 仔细看到上半身 全是那种密集的东西 像我家桃米的篮子 总之你会发现 其实代表生命的那些东西 比方说植物啊 或者平时看到一些东西 其实确实是有很多颗粒感的 并且呢 这些元素啊 也被身体上的一些线条 或者是形状呢 被切割成了更加流线型的一个造型 尤其是头部 我开始说这个更纤细一点嘛 其实它们身形是一样的 只是因为它头发飘起来更高了 这是头发吗 我不知道头发吧 我只这样形容就头 我感觉有点像苞米 就是那种玉米棒子 然后叶子开了 开花 强行开花 对 下半身呢 也是延续了上身 还有之前我们说的这些元素的设计 但是要说一下 这个绿色的点缀 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像胡萝卜 这对的奇怪比喻 今天好多奇怪的比喻 把玩上 这款黄金体验正文曲呢 和之前我们说的第五部的 听人都差不多 但是有一点要说 就是这跨步松松垮垮的 是一个独立的分件 配件上给的东西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少 直接来看这个呐喊头雕 平时好像没有什么呐喊的机会 就这个体身 很冷静 对 跟主人一样 只有那个母搭母搭的时候 呐喊一下 但是表情我觉得还很灵动的 我们家拿到的这款呢 稍微有点粗糙 上面有些小斑点小颗粒 还行吧 超像果冻你想怎么样 好吧 其余呢还给了一些手型啊 造型手倒是给了很多 最有特色的就是像 老板设计的那个指向的手型啊 也是这一机呢 也让观众或者是老板 亦或是他的队友们 知道了黄震的能力 已经强化到了一个 惊人的 让人无法预测的地步了 接着是自排 黄定体验正文曲的 日文的一个 这什么 骗假名 骗假名 你别摇头啊 都不敢说话了 行吧行吧 就是他的这个字体设计啊 中间是一个镂空的 可能就是为了表现 黄震他自我意识下 说话的那个空灵感 就吹 实际吹 好吧好吧 当然了这个黄震是基础配色嘛 还有一个绿色版的黄震 但是那个黄震最大的特色是 送了一个飘逸的绒头 那款是真的帅的 但是已经2000多块 算了下一个话题 总之呢 这次的黄震啊 从造型还原度来说是不错的 可玩性呢 那是很拉胯就不行啊 对 而且本身的这个设计啊 稍微对于我来说 有一点小小的密集 或者是没有那么太帅 我觉得超帅好不好 对我来说 只能说他的能力强到 让我觉得他很帅 插出去 总之还是不错了 那就本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